乔欣开挂成为男神收割机,新剧甜到炸裂,请粉丝善待这位小姐姐。 既欢乐颂第二部合作邓伦后,乔欣妹子的事业可以说是开了挂,尤其是2018年更是一直泡在剧组,心系不断。 2017年,乔欣搭档张云龙,主演电视剧《趁我们还年轻》,其中合作的演员还有刘瑞琳、黄孟宁等人气演员。 通过剧照可以看出乔欣和张云龙的合作非常愉快,两人关系也很好。 印象最深的是去年乔欣参加约巴大明星第二季,因把消防服穿成漏肩装而遭到全网黑,虽然后来发了道歉声明但还是被攻击得一塌糊涂。 张云龙的个别粉丝也参与了对乔欣的言语攻击,对此,张云龙发威不霸气批评粉丝人身攻击的错误行为。 这一行为获得很多网友的支持和欣赏。 趁我们还年轻早已杀星,开播之日应该也不会太远,看过预告片感觉非常不错,值得期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今年上半年,乔欣和人气明星许卫州合作新戏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据赵可以说是非常养眼。 近日,网上流出许卫州公主抱桥新的路透照,两人还因此上了热搜。 通过粉丝传出来的探班照,也可以看出两人合作很轻松愉快,互动很甜,粉丝相处也很和谐。 期待期待呀! 最近,电视剧平凡的荣耀官宣。 主演分别是赵又婷、乔欣、白静婷、魏大勋、庞汉辰等,这次乔欣妹子一下就搭档多位当红男明星,描摹职场众生。 先导片至平凡上线48小时,全网播放量突破400万,四、金晨资本员工之间互动,两条微博转发量50万,阅读量超1590万,电视剧平凡的荣耀。 强势占领电视剧话题榜第一位,话题阅读量超6700万。 主演颜值演技全在线,是小编目前最期待的剧了。 虽然乔欣妹子事业开挂,搭档多为当红人气男明星,对提升个人知名度和人气度都有很大帮助,但是目前来看毕竟妹子的人气和粉丝量和猪类男明星相比还是差很多的,作为路人粉的小编还是有点担心某些不理智的黑粉会带节奏黑乔欣。 实在是很不愿意看到像黄景瑜、宋倩那样因为粉丝互撕而导致两位明星关系,尴尬紧张的情况发生在乔欣妹子身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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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好穿消防服的行为也很不认同,但是妹子现在已经成长很多,言行举止也低调很多,粉丝也都比较佛。 希望各位合作演员的粉丝也能佛系追剧,多多支持作品、角色、战斗焚情手下留情,不要对演员进行人身攻击。 最后送上一张乔新妹子的变变头写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